右图是一个菱形 角A是40度 请问角B是几度 等一下画面会自动暂停 各位同学自己先试着算算看 算完之后再按下播放键 看看正确的解答 好 这一题问的是角度 所以我们脑海中就要浮现菱形 它角度的特质 我们刚刚有教过大家 菱形它有两组对角相等 也就是角A跟角C 这组对角是一样的 而角B跟角D 这一组对角也是一样大的 那我知道角A是40度 所以我可以知道角C跟角A一样都是40度 再来 四边形的内角核是360度 那我把360度减掉角A 再减掉角C 是不是就只剩下角B跟角D的度数了 那角A跟角C都一样是40度 所以我360直接减掉40乘以2 就是280度 也就是说角B和角D 它们加起来是280度 那我们再看看前面 那我们再看看前面 因为角B和角D又都一模一样大 所以这个280度是不是就平分成两份 一份给角B 一份给角D 所以我把280度除以2 等于140度 就成功地求出了角B 它的度数了 因此这一题的答案就是140度 各位同学 这题你算对了吗